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男主把自己当成宠物的爱情电影《宠物情人》 女主在事业上是个女强人,但是在感情上她屡屡失败 好友建议她养一条宠物转换心情 女主就在网上养了一条宠狗,结果狗狗很快就被她养死了 养真狗,她又害怕狗狗太脆弱,因为她曾经养过一只狗 可是狗活不了几年就去世了 正巧这会儿女主的弟弟出了点事 为了钱把自己的房间租给了男主 男主是个武社演员,平时还喜欢打抱不拼 经常因为多管闲事受伤 为了让女主同意她住进来 男主提议让她把自己当成宠物对待 听上去虽然很离谱,但女主还是妥协了 就这样男主和女主开始了同居生活 男主每天会带女主回家时出来迎接 用受伤做借口让女主帮她洗头 还要女主喂她食物 女主给她起了个宠物名字 还制定了一系列宠物与主人的条例 女主在一次受公司同事的气候 回家就把男主当成宠物狗 洗澡撒气 并从中找到了养宠物的乐趣 但是毕竟男主是个人呢 而且还是个魅力十足的舞蹈演员 她会在屋里随时跳舞 还会时不时撩一下女主 两人感情也越走越近 直到女主突然遇见一个暗恋过的前辈 前辈约女主一起出去看展览 女主这是芳心乱蹦啊 当即就答应了赴约 约完会 前辈送女主回来 在门口想要亲吻女主 男主吃醋的 在屋里学狗叫 吓走了前辈 之后的每天 女主都会发现男主的恶作剧 还故意在人前和他亲密 好友以为 这是女主的第二春 女主却觉得 这是宠物男 在向主人撒娇 女主心里 还是喜欢着前辈 一天一个讨厌的女同事 当着女主的面 让前辈送他回家 女主等了好久 也没见前辈回来 当晚 女主就害怕的做了一个梦 梦里 男主和前辈 都被那个讨厌的女同事抢走 女主大叫着 男主的名字醒过来 发现男主 竟然躺在他的床上 两人又是一阵 打打闹闹 日子也是越过越自在 一天 前辈又来找女主 向他解释了上次的事情 还掏出一枚戒指 跟他表白 就在女主 意乱情迷时 男主的脸浮现在他脑海里 女主着急忙慌地 逃离了前辈家 回到家 女主又把男主当成狗狗 男主毫不掩饰 自己对他的爱意 女主却陷入了纠结中 为了和前辈顺利交往 女主买了一只真狗 带起了男主 前辈来女主家 找他遇见男主 女主也解释说 这是他表弟 男主为此心灰意冷 还严重影响了 他公演的排练 男主开始 夜不归宿地练习 女主担心地 跑去武社找他 就这样 两个人打打闹闹地 又回归了日常 但这一幕 恰好被讨厌的女同事撞见 女同事把这件事 告诉给了前辈 前辈去女主家找他 却正好看见 男主安慰 不知道该选谁的女主 两个人的动作 看起来十分亲密 第二天 两个男人 就在女主公司里 大干一场 女主及时阻止 他很生气男主的行为 而男主也失望地 离开了公寓 准备专心供演 男主走后 女主开始反思 他好像开始想念 那个宠物男孩了 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男主 他将戒指还给了前辈 带着花束 去看了男主的公演 精彩的表演 让女主将自己 带入舞台主角 一下台 男主就被粉丝包围住 女主只能站在角落 然后默默离开 过了几天 女主在街上 再次遇见男主 原本男主是准备出国的 可是这里有一个 他想见的人 也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 最后 男女主成功走在了一起 这部电影满屏都是冒着粉色泡泡的 推荐给充满少女心的观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